老花一每人一答回答一下出版的洋画问题啊 第一个出版说白蓝你看这样还能救吗 其实跟华尔门怎么算 七月初把白蓝移植的打尼尔 说是上面捡了这了那了的 你在移植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就是我 在网上也买过一些白蓝 就他们那个土球就这么大小 然后就从地里边就基本上是属于那种暴力移植 好容易在你盆里边活了 你再一动会它又不行了 你没有发现这个事了吗 就是买花的时候这个土很关键 我一直跟华尔门说 你的最哇塞的就是进口的泥炭 往下排嘛就一要靠松的炒炭这些个 再吃一点的你最起码夜里是保证是个沙土 就沙子的 而不是那种邦样邦样的大泥土 要不然那种很难养活 你看这个花油就出现了这个情况了 现在就已经积水殴根了 基本上是救不活了 明白了吗这个 基本是救不活了 盖它这个点就行了 下回不要这样子了 还有点希望 希望的话也是换到 就是给它弄出来 洗根换土重新发根 能活就活不能活也没办法 假如我说你看那个宝莲冻 突然掉叶了怎么办 你咋不给它种啥呀花油 你这是种的啥呀 你这也没种嘛 你这咋不是啊 怎么不给它种起来 你得给它种起来呀花油 边上的可没事 就这可有事呗 是用泡沫箱积水雾根吗 看不出来你竟然有这个 我怀疑是从泡沫箱里面闷的 如果是你长时间放在里面的话 但你种的时候 我一直跟花门也说一个事啊 就是你说你用咱们家的进口泥碳 你又给羊分调 我一直说我是用咱们家的土不用羊分啊 这是第一个点 第二个呢 我说你种的时候一定要用排水透气的盆啊 第三个呢就是种的时候不要埋得特别深啊 露出来表面的根系啊 这三点都不具备啊花油 你光买东西不行啊 是吧 你不能说你学了个家政 你出来以后是吧 你把我大舅子给驾了 你找4S店 你奔驰4S店 我买的你家车呀 我加了95号油啊 怎么还能把老花姨的大舅子给创了 没事 我一点事没有啊 我大舅子没啤死 懂这个事就行啊 下周伯说老花姨请教一下 你给勺药花幼苗啥病啊 随大切光通通上 而导致的这种烂尖卷叶 不排除有虫子 但是你这个花油 你种这玩意 有时候我就很惆怅 勺药你下边的不好 你给它剪了就行 那上边的好就行 你别老纠结下边的 好吧 拍植物照片的时候尽量拍整体 你下边就那一点点 好 因为你研究一下看有没有虫子 一般有了芥马之类的那种小虫子 它也会卷叶子 再一个把表面的土挖出来一部分 露出来表面的根系 把盆子稍微垫高一点 用一点杀菌药 防止一下烂根 别的没什么 现在车伯说 俺家的风树这是咋的呢 水大缺光通风炸 风树和勺药它都是洗洋的 你要种地上基本不用管 你看北京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香山那边 就北京那里 你到了秋天的时候 都是红的 风树一落叶子老好看了 秋天的时候都红 你看你在室内 你没啥光照 你能把它养好吗 养不好你知道吧 车伯 现在怎么办 表面的土挖出来 这一部分盆子稍微垫高一些 尽量的给出光照 像是我说 绣球枝条靠下的叶子都干死了 下边的干关你啥事 你说你结婚了 你前女友不高兴了 你前男友在那那 关你啥事 撸掉 上面长得好就行 你看它又开花 又要结果 你还得让它下边的好 你结了婚了 你还想偶战失联 旧情复杂 像多了 它该嫁喝西去了 那些个 你可以换个略大一号的盆了 你这个盆稍微小了一丢丢了 别的没啥 长得挺好 适当的给一些肥料 把下面的叶子撸掉就行了 这就是营养不够 它只能带些下面的供上面的 这就是植物的顶端优势 这本身能救救我的天堂鸟吗 天堂鸟 你闲得没事就往叶子上喷喷水啥的 别给它曝晒了 明白吗 这个叫尼古拉斯河往南 缺肥啊 缺水啊 但是你别往根里边浇 我说你没事往叶子上喷 放屋里边点 如果说老是倒的话 你可以把下面的老叶子剪掉 或者找个根给它治一下 适当的来一点肥料 慢慢养吧 别的没啥 觉得不错 记得点赞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长一 白了 吃吧